这种小黄车你坐过吗 最火爆的时候 整个北京城都在共享它 这种面包车 原名叫天津大发 用作滴时候 被人们昵称为面滴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出行神奇 改革开放热火朝天 便捷出行是刚需 公交太满 打地太贵 于是这种半货半客的出租车火了 上下班 走亲戚 旅游 搬家 能载人能拉货 十公里才十块钱 谁不爱 后排座椅一收 方寸空间还能更大一点 就像心里的盼头 生活还能更好一点 冬冷夏热的面滴 算不上舒适 可比又急又慢的公共汽车 总要好些 但你可知道 咱们的公交之己 由来已久 1899年 油轨电车迎入中国 现代城市公交 有了雏形 起初运力不足 很多人连挂票都等不到 这般场景 今天等公交挤地铁上班的你 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 新中国成立前 北京一百多辆油轨电车 勉强能开的不到一半 为了向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线里 电车公司决定修复一百辆油轨电车 工人们加班加点 日夜抢修 四十多天就完成了任务 修复百辆车运动 一时传为佳话 谁知4月25日凌晨 厂房突然起火 很多电车被彻底烧毁 离五一还剩五天 怎么办 擦干眼泪重新修 劳动节当天 修复好的电车 如约参加了庆祝活动 领头的电车 被命名为五一劳动好 除了油轨电车 上世纪五十年代 公交车也包括汽车 然而很多汽车后面 却拖着个尾巴 那时在西方经济封锁下 中国遭遇油荒 公交濒临瘫痪 上海工程师张德庆提议 公交车要从吃油改成吃煤 起初改装并不顺利 炉子太重了 装在驾驶室还会妨碍司机 那么问题来了 怎样才能又轻又方便呢 张德庆灵光一闪 煤炉可以装在拖车里 让公交拉着拖车跑 终于第五式综合白煤炉 带动公交车跑了起来 人们高兴地称它为蒸汽车 到了六十年代 很多公交车摔掉了尾巴 头顶装上了气包 气包里装着啥 装着煤气 气包灌满 能跑四五趟 车身摆动 车顶的气包也摇来荒去 随着我国石油事业的发展 公交车甩掉气包 不断升级换代 他叫刘建辉 北京大一路公交司机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 自己开的第一款车型 黄河通道 他感慨完全 天凉 夏天热 还有一个就是密封 不好这车 尤其风琴这儿 风琴这儿有两排座 它这样 这乘客密等密等 等着包掉去了 喊 司机师傅 您停一扇车 我包掉去了 冬天在驾驶室 冻得打哆嗦的刘建辉 没有想到 二十年后 自己开的公交 连油都不用烧了 老司机开着公交车 公交车驶过大时代 九十年代左右 那个长安街啊 不像现在似的 这么宽阔 事业这么好 而且他的马路两侧 全是饭馆 电影院 包托铺 幽局 还有一个汉民厂 现在发展的什么 上下六车道 两边全是高楼大厦 穿越百年沧桑 公共交通来到了智能时代 千里出行 惠于之间 滚滚车轮 不断向前 车轮上的人们 往好日子开去 金红魔法冰箱 创新肉类保鲜科技 鲜嫩两星期 轻松一刀切 金红冰箱 给你健康 挺好的 似乎 消费